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这个新锐作家张栋梁 个人的新书长假的一个发书记者位 我是柏林DJ阿关 当然呢在这个之前我们的听他唱歌 我们看他演戏 在三年前的这个张栋梁做了一个人生当初的很重要的决定 他决定要毅然决然的放下一切 要启动他个人的长假模式 Long Vacation的三年过去了 他学习呢一个人生活 学习呢自己跟自己相处 学习如何呼吸 三年当中他得到了很多 那么呢在三年后的2015年 他决定要正式回归 开始接拍新的戏剧 也呢带来这一本长假的新书 加上三首非常不一样的新歌 张栋梁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成长 他的长假真的正式结束了吗 让我们来欢迎新锐作家张栋梁 耶 哇塞 脸上散发着文豪的光彩啊 嗓嗓动人 大家好 作家张先生你好 我可以地坚你 对对对 你这样介绍我刚刚在那边说 好像我出不去 真的吗 很紧张吗 8月7号这个新书真的正式发行 你自己有上去观察一下 那个新书销售房的速度吗 你干嘛这么犀利的问题 我这不是我最担心的 但我觉得突然是个大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我对大家的这个Tim有信心 真的哦 呃对因为这本书我觉得从没有到有到现在出来然后之后的一些宣传其实真的是要谢谢很多人啊 因为其实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可能 办不到 就是就是睡醒 不知道几百遍都可能会想象到有一天我会发疏 嗯 这个人生呢有时候是很多没有想到的机会会降临在你的身上对不对 所以呢再一次跟这个现场这么多久违的美女朋友很多可爱的歌迷再次的大声问好 哈啰 好久不见所有的美女朋友们还有我的歌迷朋友们 然后还有我的哎 作家喜欢作家喜欢歌手的人叫歌迷吗 那喜欢作家的人叫做迷吗 做迷吗书迷啦 书迷啊 我的书迷们你们好 耶 所以呢今天这个感觉会紧张吗 其实有耶 因为其实这一次真的就像是当初发第一张唱片 的那种心情 当然人的那个状态是一样 但是其实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产品 没错 但是他们就有人说服我说 你就把因为我还是有还是有CD 还是有呢 他就说你就当成这张EP的歌词本这么厚 哦 那你就不会觉得压力这么大 ok 所以呢等一下这个继续跟你畅谈这个新书诞生的一些始末 跟你想要传达的小故事 我先帮你保管一下麦克风 背板协方先让大家拍拍照 好啊 来ok 谢谢 来